轉隊 尋求一片天 太陽新同學Bradley Beo 終於等到這一天 跟著鳳凰城大軍 踢管洛杉磯湖人 這一夜 Beo總算展現出他 追殺比爾真本色 手感來了 感覺就對了 Bradley Beo重現過去在巫師 得分機器的日常 對上紫禁大軍 祭出三分線無發 外線十次出手 就砍進八球 高達八成的驚人命中率 追殺比爾鴻心轉戰太陽 新高的三十七分 繳出代表作的這一天 太陽豪隊友也跟著打嗨囉 Josh Akogi超狂野灌籃 用戲劇效果滿分的好球 送上恭喜 那至於實質果力的部分 我們還是交給太陽出頭 Devon Booker來處理 外線 中距離都Carry 砍進了三十一分 比爾合力包辦太陽的六十八分 幫助球隊最多拉開到三十二分的領先 整國 那話說到這一邊 有沒有發現 這湖人怎麼都靜悄悄沒畫面 各位這不就來了 詹黃一出手果然有鏡頭 補頂位置來個Nolokin Pass的背後廟全助攻 塞到禁區偷開後門成功 這一傳真的太絕 只是關於姆斯本日的任務 恐怕真的只能傳球了 因為Lebron手感有點囧 十一次出手只投進三球 命中率只有兩成績左右 全場只拿了十分 卻下本季個人單場最低得分 那麼戰局也就沒啥好說了 太陽中場127比109 風華紫金大軍終止二零半 華視新聞講坊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